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假是最初级的判断 他们通过器物可以探究很多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奥秘 隋公许是距今2900年左右的青铜器珍品 从他的身上就能解读出了不少惊人的秘密 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中央位置陈列着青铜器隋公许 隋公许是件圆角长方形的器物 器物的颜下有精美的花纹 两侧有一对瘦手型的器耳 锤环 整体造型典雅 古朴大气 在四周冷色灯光的照耀下 这件青铜珍品神秘而又平静 似乎忘却的身上鸣刻的那段历史故事 2002年的夏天 香港古董市场上出现了一件并不起眼的器物 它就是今天被我们称作隋公许的青铜器 器物表面秀实严重 器内被秀土掩盖着 露出的一部分文字更是声色难懂 在市场上摆放了一段时间无人购买 也许是机缘巧合 保利艺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不经意间看到了这件青铜器 虽然难以辨别它的性质 但那若隐若现的名文让大家眼前一亮 既然有名文那一定记录了什么 经过寝室 他们将这件青铜器带回了北京 随着建许一起回到北京的 还有其他一些青铜器 到了北京 工作人员迫不及待地 邀请青铜器鉴定专家 清华大学的李学勤教授到现场进行鉴定 李教授清晰地记得最初看到的这件器物的情形 我还记得呢 我去看这个随工许的 看的时候不是目的还不是看随工许 而是看同初的一些更大件的啊 看起来更堂皇显赫的一些的器物 随工许的只是在里面一个部分 看到随工许的那一刻 李学勤教授眼前一亮 以他研究青铜器多年的经验 首先判定 这件青铜器是真品 它的用途是和鬼是基本一样 那么它呢 就是在这个祭祀等便利的里面 呈放这个孰祭道梁啊 那今天我们叫祖师啊 这这样的一种器物 那么虚应该是有盖子的 那么现在这件东西盖子已经丢失了 那么盖子是什么时候丢失的呢 李教授仔细审视着这件器物 把目光集中到许的口言部分 所以当时我们看见的时候 我还做了一个判断 就是说这件东西呢 盖子是在入土的时候 就已经和这个器物分离了 怎么知道呢 我们从那个你说的凤鸟纹 那个地方在上面 还粘着有用席子包的花纹 上面多那个席子包花纹 都在这个上面粘的那个土上面 都能看得很清楚 而那个是把口包住的 所以你就可以判断呢 这个东西在地下的时候 它已经是没有盖了 或者是跟盖已经分离开了 在隋公许的口言处 经过清洗之后 发现有很美观的凤鸟纹 通过这种花纹 专家可以确定 它所处的年代是西周中期偏版 传说 周人使凤鸟为剑邦新国的祥瑞 人们在青铜器及其他器皿上 大量装饰凤鸟纹 与凤鸟寓意吉祥有关 而许这种器物 也就是在那时候才流行起来的 根据文室 对这件青铜器的年代 有了初步的认定 那么上边的鸣文 究竟记录了什么呢 如果丢失的盖子上也有鸣文 那许内的鸣文会不会不完整呢 像这样鸣文分散的情形 在许多青铜器中不发现力 隋公许一看就是 看见它底下面满满都是字 字特别多 可是在我以前看过的一些人 都觉得那上面的鸣文好像是不完全 因为它好像没头没尾 一般的青铜器的鸣文 一开头常常讲 比如说为王多少年 几月几岁 有些开头的一些话 最后常常说什么字 随随随永保用 等等一些套字话 这个完全没有 所以很多人就以为 这个鸣文是不完全的鸣文 它可能没有鸣文在盖子 因为这个区现在看没有盖子 这就是丢失盖子 可能是另外一部鸣文在盖子上 或者在另外一间区什么 把这些人配合起来 所以觉得它不重要 随公许上的鸣文如此与众不同 这让李学勤教授心生疑惑 它会不会是后人在真气物上 伪造的一篇假鸣文呢 因为先秦青铜李器 作为国之重器 一直是后世仿造作伪的重点 李学勤教授仔细研究着 随公许上的鸣文 根据文字的笔道和字口的形状 很快排除了鸣文作假的可能 故事讲到这里 我们更为期待了 随公许上的鸣文 到底记录了什么呢 李教授反复观察 眼前这件器物 由于长久埋藏于底下 受各类有机物的牵食 表面生长出一层厚厚的铜绣 这些绣虽然使清铜细外观 产生了很多变化 就是表面这层厚厚的绣 一部分掩盖了许内的鸣文 这也是它为什么在古董市场上 出现很久 却无人购买的真正原因 一看鸣文 李学勤感到非常吃惊 我把那个开头一段的话 把那个地图用水浸湿上 仔细看一看 一看就看出头那几个字 就是天命于 是要富途 随山俊川 那么这几个字看之后 我就当时就大事一惊 因为你要知道于富途 这三个字是鉴于尚书的与共篇 这个随山俊川 这四个字 也只鉴于尚书与共篇的去 所以一看这个的话 就觉得它了不得了 然后我很仔细地把它读了一遍 虽然那时候还有几十字看不见 就证明了这明文是完全的 明文并没有任何的缺损 肯定了明文是完整的 李学琴开始仔细研究随公许上的明文 凭着深厚的古文字学工笔 李学琴破译了明文的基本内容 除有一个字残损无法辨别外 其他内容完整呈现出来 随公许上的明文共有九十八个字 是一篇有头有尾的完整明文 明文的内容让李教授十分意外 我一看着 第一行就认出那个摇水语汤的语字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因为语 有关语的一些的这个明文的记载 我们过去非常罕见 非常难得 于是夏王朝的第一个军者 军王 当然他会带有一点神话成分 因为是很古远了 随时在煽动的一个小国 是于顺之后 传说他是于顺之后 而且这个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于顺之后的历代 都以道德的德组成 都是以德组成的 那么现在我看这个明文 里面整篇都是讲德的 是吧 从这个这个雨 叫下雨治水 讲起他本人就是以德而得民 建立了王朝 是吧 开辟了国宴 以德治国的这一点 这整个明文是贯彻石 明文的第一部分 记载了大雨治水的故事 上天命大雨布置下土 随山看木 书骏河川 以平定水患 百姓安居乐业 大雨治水 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 但是近百年来 史学界一直在争论 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大雨 是实际历史人物 还是神话传说 这直接关系到 夏王朝的历史如何书写 眼前随宫许上的明文 证明了早在 两千九百多年前的西周时期 人们就已经在广泛 传送着大雨的功绩 而且有关大雨治水的 古文字记录 也提早了几百年 为解开中华上古历史之谜 提供了文献证据 而更让李学勤兴奋 和经义的事 随公许明文中 关于大雨治水的文字 竟和儒家经典文献 上书上的语句 惊人的一致 明文讲道 大雨恩德于民 百姓爱他如同父母 而今的君王都要像大雨那样 有德于民 对父母要孝敬 兄弟间要和睦 祭祀要隆重 夫妻要和谐 这样天必赐以寿 神必将以福禄 国家长治久安 作为随意国的国公 我号召 大家都要按得行事 且不可轻慢 明文中六次提到德字 这也是目前所发现的 关于德制的最早的古文字出土记录 它说明 我们文化传统中的 唯正义德思想的源头 可以再往前上诉几百年 也因为书写明文的人 是隋国的国公 因此 这件许被命名为隋宫许 现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 这件2900年前的隋宫许 是保利艺术博物馆的真品 学者们称它正在改写 中国古代的思想史 但专家认为 对隋宫许的研究和破译 还远没有结束 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 专家会有更多的惊人的发现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